今早的AT个股推介 建议大家可以留意国泰航空293 简选原因是 临近端午节和暑假等热门出行季节 假期出游的意欲旺盛 最新的情况是 受惠旅游出行相关的航空股 短期预料会有炒作 以香港为基地的国泰航空公司 业务会盈利强劲反弹 今年首四个月 见到国泰的在客人数 接近485万人次 按年增长37倍 乘客运载率增加31.3% 去到86.9% 客运的航班运力 在3月底已按计划 回复到疫情前50%的水平 载货量按年增加30.8% 运力增加168.4% 美人预料 今年第四季国泰本港客运的航班运力 将会进一步提升到疫情前80%的水平 远高于其他航空公司大约50%的水平 国泰早前宣布 向政府所持有的优先股 完全派付超过15亿元的帝燃股息 摩根士丹利认为 国泰上半年产生强劲的厌根流 可以在2024年底前 属回全数的优先股 有能力向普通股股东派发股息 国泰六年仗 突破前顶8元 预料开展新的升浪 投资者可撲8元吸納 上网密集阻力位是9元 跌穿7.6元便适宜至少 我们休息一会 稍后回回回答大家问题 稍后再见 别走 接着